- 農村再生,我們在全台灣推,我們在花東地區推,我第一個特點就不一樣,因為我就有原住民 所以我這邊的農村再生,我可以有跟西埔不一樣的特色,就是我第一個賣的 我想我們農委會的相關團員已經掌握住這一個跳火 第二點剛剛提到的,在這個地方我們基本上還是農業為主 但是我們在以原住民來講的話,我們不光是只有生產這種好東西,以其他有特色的這些農產品之外 另外呢,手紅衣,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也是我們原住民的特色 然後第三點,電子商務,到了網路時代,其實可以去中間化 我們應該是生產者跟消費者直接對話 那他有什麼需求我可能知道,我哪些地方做的還不夠好,我要做改善 所以以後等於說,像這種概念,我們如果更進一步來推廣的話 那再加上這種科技的應用,網路的應用,那就可以玩卡西埔多 所以我想第一段,我是從這個農村再生這一刻來講 我覺得這個農委會現在等於說,越做越到位 越做越到位 這個不能只有,不能只有這個硬體 軟體才是真正到最後,檢驗他成不成功的地方 我們做各種各樣的政策推動 我認為說,到最後最後最後,檢驗就是這個年輕人 大家等於說,從各種角度,都來達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我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的第一點 第二點,回到這個社區 我能瞭解一下,這個社區大概在花東這邊也是很古老的一個社區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古老社區,有這麼多的傳說,有這麼多的故事可以講 然後,我們現在又出了一位,林宋伯方 我會說,我們一般到這種社區去 只要它發展的有特色 你到最後去找一定有一個人 一定有一個像這樣的人 它等於說,作為一個佛心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把這些理念講法 以權力投入,然後感動別人 所以我會說,像以農委會來講 最主要我們在這裡 像我們這個富豐社區 十三 富三部落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典範 怎麼樣把原住民的元素 放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畫的這個 網路技術 把它結合起來 所以我會認為 你這個地方好 如果結合這個網路 實在這個東西 也還會大發 我們給這個林宋伯方 上次大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OK,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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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